水利鼠第九河川局举办了木瓜西华龙库案及初一一号题段的河川环境改善工程 在工程生态检合过程中 发现了两株高达三公尺的原生台湾火刺木 为了找回老花莲人记忆里的河滩地地己面貌 九河局举办了台湾火刺木的复役工作 并且在3月12号植树节这一天 邀请民众亲手在原生地种下植株 一起来布育台湾火刺木 老一辈花莲人小时候嘴馋时 绝对少不了台湾火刺木这一位 鲜艳成串的红色果实和精致白色小花让人印象深刻 早期台湾火刺木的原生气地很大部分 是落在河川局的管理范围内 不过因为原意造景人士喜爱使用火刺木 因此现在在河川地已经很少看到火刺木的踪跡 今年度九河局在执行木瓜溪 滑龙户案及初音一号提段的河川环境改善工程时 发现两株高达3米的原生台湾火刺木 结合景观生态再照 九河局在这个提段展开了火刺木的复役工作 那在整个华龙跟初音提防在整个营造过程当中 我们有一开始先做环境的一个生态检核 那在生态检核的过程当中 我们认为在这个高达地里面有很多的外来种 我们必须做清楚 所以在去年我们跟领务局在做现地勘察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初步有达到一个共识 我们希望在这个高达地能够来办一个原生植物的一个富裕 那台湾火刺木早期在河岸有非常的多 那它通常在山岳开花 那它有结的果实其实是很像那种状元红 那状元红那种果实是可以吃的 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小点心 那早期在河岸非常 花莲的河岸非常多的状况之下 因为在1980年代很多台湾园艺盆景 兴起之后常常把它挖去做园艺盆景 所以在很长的时间 其实在河床已经不容易被发现 那在我们的这一次的工程的一个施工的过程当中 刚好在我们的工区发现一株非常高 就是这一株大概有三米高的一个台湾火刺木 所以这个台湾火刺木这样的一个发现 其实在我们这边也象征非常好的一个意义 3月12号指数节这一天 九合局和花莲领馆处合作 要在华龙户岸种植400棵火刺木 九合局特别邀请到周边国小学童 社区团体还有地方首长亲手植树 一起将半生河床的台湾火刺木种回来 期盼让原生植物重新回到原生地 重现老花莲领人的珍贵地景回忆 台湾火刺木 和你在一起 在 借旅馆会 既然相报道